大家好,我是新加坡种子金库基金会代表袁伟松 很荣幸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如今,全球都在为环境保护开展各项业务 作为世界大国,中国政府对环境保护也是非常重视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已经于2017年12月19日正式启动 碳市场交易额预计达到3万亿人民币 十三五期间,绿色融资需求将超过14万亿人民币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SED集团积极响应中国国家号召 投身环保事业,着重发展光伏发电,水利发电 飞汽物回收处理等环保项目 SED基金会将大力发展全球性环保事业 SED慈善会也将协同世界各环保人士及企业 投身环保产业 致力于全球环保意识的建设与发展 在这里,我也呈邀准备或者已经投身于环保事业中的同仁 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开展全球性的环境保护事业 SED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 致力于把每个人作为环保事业的动力 我们首次把区块链技术加入到环保事业中 让每个人通过物理运动的工作机制获得奖励 并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收益 产生的收益投入SED基金和慈善会 发展环保项目 SED具有两大独特性 一,目前网络货币只有流通性 其本身没有价值 SED网络货币具有回报性 参与SEDNNCOE ENERGY DEVELOPMENT发布的环保项目后 所得收益将回馈给农场主 二,目前网络货币都是虚拟无形资产 SED网络货币则是有形资产 这些资产通过我们发布的项目实时更新 大家可以通过平台查找自己的资产以及状态 SED区块链中的技术具有独特性和不可复制性 这使得SED成为全球唯一和不可复制的集团 以此大力发展环保项目 科学家研究发现 地球平均温度上升6度 95%的物种将灭绝 现在地球温度已经上升1度 环境保护迫在眉睫 我们的项目关系到地球的未来和人类的发展 请大家加入我们 实现我们和谐发展的地球梦 保护地球 从SED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